以前买车看什么 看发动机 看底盘 看变速箱 三大件对吧 那现在买车看什么 看冰箱 看彩电 看它的沙发是否柔软 我觉得很玄幻 但没办法 新时代大家有自己喜欢的东西 那如果你想买一台很兼顾家用 而且还有拥有以上的东西的话 那你至少得花大几十万 那如果我们的预算不够 又想要这一方面的体验的话 怎么办呢 没错 就是领跑 大家对于领跑的印象是什么 我觉得是量大管宝这四个字 因为它一直都是所谓的权益自严嘛 就不是很依赖他们供应商 所以它可以把成本做得足够的低 所以它有一个很好的价格优势 那我们公司呢 自己也买了一台领跑的天天山 作为工作车在使用啊 平时我们出去探店拍摄的时候呢 四个成年人乘坐是没有问题的 那这一款的领跑天天山呢 它也是推出了三个版本 分别是五万块钱少一块 六万少一块 七万少一块 它的续航呢是对于200公里 还有最高是401公里 其实我觉得对于日常通行来说 已经是足够用了 而且啊 它还有一点优势 就是它的配置 相比于同期的车型呢 够高 而且开起来的价格质感呢 也符合这个价位的表现 有点空间够大对吧 五门四座的车型 哎呀 我这实用线就没有得说了 那除此之外呢 领跑还有三款SUV 还有一个中大型的轿车 旁边这一台呢 是领跑的C10啊 也是最近刚上市的一个新车 如果我说领跑天天山 是领跑汽车的一个工军级车型 那领跑的C10呢 就是它未来的销量单张 当然这台车型呢 它有一个价格优势 13万不到 就能够入手一台它的最低版本 也就是说这台车型呢 它的入门门槛并不高 也符合那些预算不够的消费者 而且它的配置 一向是领跑的功德 那就是量大环保 所有的配置呢 基本上都能够全气标配 除了很大的一个区别 就在于它的一个自驾部分 那这台车型呢 它也是分为纯电 还有真神版本 真神版本就不用多说了 把1.5升的发动机 作为真型器在使用 而且是一个三电机的一个版本 其实满足日常通勤 两三天充一次 我觉得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那纯电版本呢 是410公里 还有530公里的一个纯电续航 其实我觉得这一台车型 满足我们一些 比较年轻的一个消费者 作为一个通勤使用 或者是满足偶尔一些周边游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但是如果你想要跑长途的话呢 我个人建议是选择一个高续航的版本 或者是它的一个真神的版本 现在领跑的CL2 也是作为领跑家族 一个比较主义的一个车型 它的轴距是能够来到2930毫米 也就是说这台车型 它的轴距呢 是目前来说领跑家族 中所有S5里面是最大的那一个 也就是说它能够带来一个 更好的空间体验 而且领跑CL2呢 也是具备一个纯电 还有真神的两个版本 更符合现在用户 多项选择的一个需求吧 那领跑CL2呢 我觉得外观设计 还是很领跑家族式的一个风格 我觉得领跑在家族化 传统这方面做的还是比较好的 就是我个人评论来看呢 就是它这款 因为是真正版的车型 它有进气的需求 所以在前面这块 掏了一个像轰锅状的一个形状 对于我来说呢 我可能不是很能够喜欢 很能够接受这样的设计 但整体来说还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主要它还是一个无矿式的车门 你说对年轻人的消费来说 这点还是比较杀成力的 大家都说领跑很远 就看一下这台领跑的C0 它是不到14万的一个价格 就能够买到这样一台 中大型的一个新能源系的 很夸张对吧 而且呢 还是一个整体 是一个轿跑式的风格 无矿车门 隐藏正门把手 对不对 这些呢 都是很符合 现在当下的一个设计潮流 这台车型呢 还有一个让我比较印象深刻的点 就是它的上市价格 是比它的预示价更高的 可见他们对它的一个销量预期 应该是比较大的 但是事不如愿呢 这台车型呢 目前上市到现在 销量始终是不温不火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出在哪呢 你们可以来说一下 那领跑今年呢 它也是在放大早啊 就比如说马上就要上市的一台 领跑的C16 不到20万 顶配就能买一台中大型的SUV 它的轴距呢 是2825 它的车长呢 不到5米 而且车翻上面还是比较优势的 它的动力组存呢 还是一个1.5升的增程滑动机 电机呢 是236匹啊 它的领百加速呢 也是在7秒级左右 当然啊 如果说这台车型啊 我觉得它最大的竞争力呢 是在于它的空间 还有配置体验 还有大家所谓很在乎的三大件 就是冰箱彩电大发吧 其实领跑C16的前面呢 我们就不带大家看了 还是很领跑的风格 加速化设计呢 对吧 主要是它的车机呢 是采用了一个8295P的一个芯片 也就是它能够保证一个 很流畅的一个车机体验 还有不错的自动化应用 那大家更关心的是 坐在后排 对吧 加速出行的时候 这台车型的空间怎么样 那我现在呢 大概还有一个两全多的一个位置 其实整个空间来说呢 它2825的一个轴距 其实并不是特别的亮眼 但是它好在是利用的还不错 设计的也是不错 所以说我们呢 有一个相对宽裕的空间 主要是它的沙发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座椅足够柔软 而且还有这样 像是分头或者理想的那种头子 很柔软 靠上去也很舒服 最主要的大招在那 在这 不到20万顶配的 主要还是得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西顶电视机呢 它其实呢 是选配的 也就是说 这个东西啊 是需要花钱的 当然除了这个西顶电视机以外呢 还有它有第三排的空间 六座的车型呢 就可以符合更多用户的 在不同的出移场景下 满足他们的需求 前排呢 是我已经调整到了 有一个相对比较舒适的位置 那后排的空间 其实是比较多见见走了 因为呢 这台车型 它走具摆在这 所以说第三排的一个空间呢 更多的 是用来作为一个应急使用 我觉得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大家在买新身体车型的时候 会担心一个问题 谁会是下一个威马 会不会是领跑呢 我觉得就目前的图件来看呢 领跑应该还是活得比较滋润的 所以大家应该是不用太担心啊 因为其他车型 都在卖3到40万的时候 领跑只需要十多万 它只是告诉我们一个点 就是冰箱彩电大沙发原来也没有那么贵 所以说呢 豪华平权这一点呢 我觉得做的还是比较好的 这也是领跑的核心的竞争力 那未来的销量如何 还有消费者会不会为此买单呢 我们可以书目以待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